对于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来说 排名一直是大家选择学校的重要参考指标 选择大学的时候 除了要考虑教授水平 研究经费 开设科目等学术内容之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 那个就是就业情况 恐怕没有人会希望自己努力勤奋读了N年大学 一毕业就会跌入毕业等于失业的怪圈 并请你锁定 星期日晚上与热台8点钟的天下中横潭 最有价值大学专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